那么河南安徽五家村镇银行事件爆发以后 银保监会也是多次公开表示 要严格依法依规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处理 银保监会明确 凡依法合规办理的业务 均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那么前期有关单位已经对外公布了 五家村镇银行账外业务客户资金垫付的公告 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今天上午 河南和安徽也相继发布的公告 启动了对十万元以下客户本金的 第二批的垫付的工作 目前相关的工作 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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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